然后就到这个 声带 发出那个音 然后发出那个音的同时呢 因为不同的音 所以它不同的脏气 得到调动 比如它发这个 它就调动它的肝脏 所以它是下面发 然后那个 那个力量上来起来 到这个气 到这个喉咙 声带 发那个音 在那个时候 自然的 因为那个音的共振 肝脏 就得到调动 或者是得到这个 共振 那就是调动它的内脏 六个字 它就有调动 肝 心 脾 肺 肾 加上第六个是三交 所以它大概是这样子 那它这个音呢 它也是很 很 很细的 一个就是口型 看这个口型 第二个呢 就那个音 其实音有三 有三个 比如我们说这个 于 虚 这个 肝的音 虚 虚 这个虚 好像虚要的虚 事实上它是三个 它有 头的音 副音 尾音 它三个 那 头音 西 它变成西 副音是 于 然后尾音就是让它自动的消掉去 西 所以它在 延长 在调动内脏的时候 事实上是用副音 虚 是那个副音 所以它每一个字都有副音 那 一般的话 另外一个字 一般大家会念错的 就是这个 吹 吹字音 事实上 它是 副音 那个延长是 A 是英文 ABC 那A 所以它是吹 不是吹 吹 吹 因为如果你念 吹 而不是吹 A 那个延长的话 肾动不能 那个肾脏是不动的 它有它的不同 因为它的音 所以它的共振不同 不同 所以如果你说念吹 吹 那个地方 那个肾脏 那个肾脏区 那种感觉和吹 吹 那种开放的感觉那是不同 所以吹字 事实上是念吹 吹 吹 就是这样念的 所以它 你看它有这个 呼呼吸 然后那个 呼应 来延长 然后它会造成震动 这些事实上 要老师去 来带领 然后 在念的时候是 老师会放手 在那个 那个脏器 每一个脏器的后面 念对了它 那个它会动的 它就是有这一回事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 在念的时候 那个气息也不可以很大声 因为那个是伤气的 因为那个是伤气的 就有这回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六字节一定要 肝心脾肺肾肾三交 这样是一轮的念 而不可以个别自然的念 因为这个是要有五行的这个对称 不能把它脏器的这个功能 变成这个偏调去 所以从古代来 就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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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六字节要一起念 要顺序的念 而不能乱 这个 乱 刺激错误 或者是 乱掉刺激 或者是这个 这个 用一两个念 那用一两个 比如说 有时候呢 是会这样的 比如说心脏 心脏不是很好 然后呢 为了在某 某一个情况之下 是练了这个六字节 这个六个字音 一起练 练完之后 多加几遍的心 咳 心是咳 咳 可是那个也不过就是 只是几天之内的事情 一旦调平衡了 那就不可以这样练了 就是一定要练这个 这个肝 心脾肺肾 三交 这样子一轮一轮的念 所以这个就是调动内脏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这个 由这个腹部呼吸的时候 就增加了 增大这个氧 氧气 增加了呼吸量 然后很大的这个 内脏的这个 幅度的那个 那个动作 所以有这个内脏按摩 然后到第四个这个次第 就可以个别的 脏气的去调动 然后让它疏通 让它这个血去 这个疏通 这个解掉去有什么 滋热啊 或者是这个 不通的地方啊 这个做这些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回事就是 在调动的时候 比如说它 吐 吐气的时候 发这个阴 发完阴之后 发完了 吐完了 它就放松 自然的呼吸 之所以 吐有意 吸有意 让它 补回来 先把这个不好的 吐出去 然后再补回来 它就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吸气的时候很重要 吸气的时候全身要放松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虽然说它没有出生 所以就是这么回事 一般要六字节炼入门 至少要到这个地步 没有这个地步 事实上就有点像这个天龙八部 我们看那个断义的六脉神剑 有是灵有不是不灵 所以你说啊 治病没有这个程度不行 那真正的练到这个次第的时候 就是一念那个字 那个脏气就被吊动 知道了 所以就是这回事 第四个次第 第五个次第 就加了这个外面的外在的 导引的这个动作 就加强那个 刚才他调动内脏的那个功能 就用比如说 虚 就用这个 这个动作 来加强它的循环 那 这个就是调动 就是把这个第四次第 又更 在功能弄更强 再上去一层 第六个次第 就是用 就是用 液引气 就是引我们这个脉的这个精 精热之气 比如干精啊 比如我念虚 然后用这个和干精啊 和肺精啊 有关联 用液去引那个气 通 就是要疏通 为了什么呢 为了要更好的疏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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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的这个气 好 疏通之后 再来养 因为它一定有练和养 先疏通 然后养 养就是比如说细无意 那个战力 这个 这个 这个松和静的 这个 这个战力 在那边 那就是 在养气 所以一个一定有个练 一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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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就是疏通 养就是把它养 养气 把它壮大 所以六字节 要 入门 最基础 就像刚才吹那个笛子 要吹得像样 一定要这个六个次第 你说要这个 医病 医治病啊 或什么 一定要这个六个次第 从这样子 才能叫做入门 入门之后 要练多高 要练多好 那是要 时间和每一个人不同 可是至少最低限度 如果没有这个 这个第四个次第 到第四个次第 是不能入门 你不知道 自己也事实上不清楚 在念六字节是念什么 有到第六四第 那才有最基本的治疗 才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 那这个六字节是气功 是一个素 之所以气功是用呼吸 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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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影响我们的身体的 真气 的功夫 这个叫做素 这个六字节是素 其实中国人的这个治疗 要治疗 生病啊什么 它是有两个 两 它是两套功夫 它不是一套功夫 刚才这个六字节是素 素之前 还有一个叫做 培养德 那所谓的德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心不亏 不亏于人 不亏于天地 这个心要坦荡荡 要做好事 所以呢 那在这个 这个修行德 这一部分 一般都是 比如说佛教啊 或者是 就是佛教来说 就是忏悔法 自己要看着自己 什么不对的 有亏人的啊 有富人的啊 这个 做的不对的啊 应该要还要还 应该要这个 道歉要道歉 是这样子的 然后 就是 要原谅别人 要原谅别人 要原谅自己 这个 就是 修养德 就是 道的那个德 就是德行 这个德 然后要帮人家 之类的 所以古代如果 比如说你说 这个 幼智觉的名家 比如说是 马里堂 这个老先生 他教幼智觉 你看他的写作 他的什么 他一定说一定要修德 要 要做 很这个 很好的一个人 修德 这样练六智觉 所以一般的这个 中国这个所谓 治病就是要把德 自己的不好的 这个改正 所以修行嘛 把这个改正 然后加上用这个素 就是六智觉 来调整身体 来调整身体 或是心态 那有这个德 然后有调整这个身心的这个素 这个素 这两个一起 才算是全的 所以我了解的六智觉 大概就是这样 就和大家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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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